现代互联网造梗的速度越来越快 让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的鬼处去顶流 那个左一句不讲武德 右一句耗自为之的 魂元行义太际门掌门 闪电舞连边创始人 海内外知名的传武大师马宝国 从2020年被两个年轻人来骗 来偷袭而一招爆红 到了年底被人民日报点评封杀 原以为这个江湖骗子 能够就此在互联网上销声匿迹 但是近来他却又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甚至风评逐渐好转了起来 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马宝国这个人 究竟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师 还是孤名钓鱼的大骗子呢 大家好我是温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位黑孔顶流马宝国 今天的影片由本频道小伙伴 这家伙谁呀投稿 十分感谢 马宝国1951年 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 祖籍是山东省林仪的 在他自传兴致的书籍 《我在英国教功夫》里 他说自己来自武术世家 祖父是武术家马忠义 父亲是八路军战士马德峰 说他们的身手都十分的了得 他从小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 也非常喜欢武术 从七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习练 祖传的山东马家功夫 1968年年底 16岁的马宝国入读了河南省内乡县高级中学 内乡一高 两年之后 1970年的12月 他高中毕业 从军入伍 在山东长岛要塞区服役了五年 1976年春节前 他与在内乡工作的女友陈淑敏完婚 结婚之后不久 他又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内乡县城 之后 他被分配到了南洋林肥厂当工人 那这在当时可算是妥妥的铁饭碗了 1977年 距离他工作不到一年 高考制度恢复了 马宝国再一次地走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报名了高考 成功被南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 高考恢复的第一年 全国共有报考人数570万 录取人数27万 录取率仅为4.7% 可见 马宝国至少在文化方面是有真才实学的 1981年从南洋师范学院毕业之后 他又进入了南洋东汽车站工作 并且在之后又被提拔为了站长 1982年他又被省交通厅选拔为了后备干部 在5月份参加了国家交通部组织的考试 9月份又来到了西安公路学院 学习公路运输管理专业 这份履历看起来还是很体面的 如果马宝国按部就班的走完了这条路 可能现在他的身份 就是每天在路边公园锻炼的退了休了的老马 时不时的使出绝活 松鼠闪电无连边 让别的老头老太拍手叫好一下子 但是这事实上没有如果 促成马宝国人生巨变的转折点有两个 一是他与诸位恩师的相遇 二是和所有普通的中国父母一样的 全权爱子星 1982年还在西安上大学的马宝国 认识了行义权名家上纪 并且向他学习了行义权 这上纪又是何许人言的 此人来头不小 他是中国武术家武术理论家 师从郭云生再传弟子马里堂 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 也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 现在的长安大学力学习的教授 擅长行义权 能够得到他的些许点拨 是不少习武之人的微博梦想 但是胸怀大志的马宝国 并没有止步于上纪大师 而是在拜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7年 他结识了自称郭大侠的武当 峨眉功夫传人郭生海 并且向他拜师学义 后来他又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997年的夏天 马宝国又结识了 魂元太极第二代传人王长海 王长海会在公园教学点教权 而马宝国参加了三次他的推手学习班 就这样 马宝国博彩重武学之常 将他们融会贯通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写在了自己的著作 上纪行一拳 练法打法实践中 此后爆火出圈的 接化发 三维立体魂元镜 就是出自此书 时间来到了2001年 这一年 马宝国正好50岁 年过半百的他 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这一年 他的儿子马晓阳远赴英国读MBA 为此马宝国借了巨债 但之后无力偿还 考虑到当时人民币和英镑的金人汇率 马宝国决心举家前往一国他乡 靠教授武术来赚钱 以此来供儿子上大学 但是一来语言不通 二来人生地不熟的 马宝国在英国创业之初 就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在他的书中 他自述当时不仅花了大价钱打广告 发宣传单 还经常在街头卖艺来吸引学员 但是苦于语言不通 到头来广告费是花了3000 却只换来了一个咨询电话 彻底的失败了 但对于认为中国人人均成龙 李小龙的外国人而言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始终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的 巨大的市场就摆在那 马宝国的生意也是渐渐的 有了一些起色 并且在2004年 创建了英国魂元太极权协会 任首届会长 弟子也是遍布欧中各国 比如大弟子 菲里斯杰基斯的油管上 还存有马宝国在英国 传道授业的珍贵影像 2007年 马宝国不仅偿还了欠款 回国之后 还成功定居在了上海 他这一段海外创业的经历 是千禧年前后众多出国打拼人当中的一个缩影 而他确实也足够幸运 他的经历也完美符合俗世 对成功人士的期待 半百老人放弃铁饭碗 远走异国求生 最后荣归故里 如果故事停留在了这里 依旧还算是一个堪称励志的争议故事 但是马宝国可不是那种轻言不折腾了的人 在英国的经历 让马宝国尝到了武术教学的甜头 并且想在国内进行复课 2013年夏天 他和儿子马晓阳以及众弟子 共同创立了魂园行义太极门 又在2015年秋天 协助了马晓阳 创办了上海魂园国术馆 并且任名誉馆长 值得一提的是 马宝国这个时候创立的是魂园行义太极门 创办的是上海魂园国术馆 且自称为魂园行义太极门掌门人 这与太极拳流派的魂园太极拳 和他之前在英国创建的魂园太极拳协会 并非同一个魂字 那在魂园太极谱系记载的 王长海的39位弟子当中 也没有马宝国的名字 2020年5月17号 马宝国被KO之后 魂园太极拳官方更是发表了 微博表示 马宝国的魂园行义太极门 是山寨碰瓷自己家的魂园太极拳的 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在这个时候 马宝国显然是有了身为 一代武学宗师的自觉和架子了 又恰逢当时太极行业 和现代格斗行业起了一些冲突 2017年4月27号 身为阳师太极拳传人 雷公太极创始人的雷类 在开场不到20秒的时间内 就被某MMA格斗家给打败了 马宝国于5月2号 亲自撰写4000字的公开信 痛斥了该格斗家 并且说他狂妄之奇 称太极为国之神器 不可侵犯 犯者当诸 并且要约战该格斗家 一举踏入了公开视野 不仅如此 他还说自己曾经击败过 英国90公斤太拳王 巴西柔术国际冠军 欧洲MMA国际冠军 彼得欧文 还拿出了视频为证 这个视频一出 网上热议一片 网友看来 这个视频看起来 好像是在做做样子的 不是真的 但是马宝国说 这确实是一场比武 随后 视频当中的男子彼得欧文 也被查了出来 他确实是一名MMA选手 职业生涯战绩能为 15胜9负1贫 但并非MMA欧洲冠军 2015年与马宝国比赛的时候 已经退役两年 他说 当时马宝国的弟子找他 说要拍一支宣传神秘的 东方武学的宣传片 想让他和自己的师父表演一下 他就和马宝国表演了一下子 并没有真正的打拳 6月26号 马宝国如约比武 比赛前半个小时 马宝国就携众弟子和妻儿 举着横幅 熊啾啾气昂昂的 来到了比赛场馆 进了场馆的马宝国 一脸严肃 拒绝周围摄像机 对他进行拍摄 但就在双方签订了比赛协议 摩拳擦掌 要开始比武的时候 场馆物业的保安来了 说这里不适合比武 要他们马上停止 众人就商量着 要更换场地 期间 马宝国接受了采访 在被问到 雷雷被打败的时候 马宝国表示 雷雷不懂实战 雷雷只会推手 不会接手 雷雷拉的架子不对 他直进直出 中国传统功夫都是滚进滚出 身体是螺旋的 他还称 让115公斤的人 双手握住他的一根手指 看他能不能够握得住 太极拳最厉害的一点 就是推手 比巴西柔术要高明得多 并且表示自己 可以唱着歌破裸脚 此外 马宝国展示了自己 左手手掌上的一个肉球 声称的这个球 是他练出来的太极球 相当于是高压锅上的通气阀 是他的太极总开关 不过据医生判断 这可能只是普通的神经纤维瘤 马宝国还讲述了一段故事 称他于2009年 在他师妹的胳膊上 试了一下朱砂掌 结果三年之后 这个掌印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场地的事终于是解决了 到了新的场地 终于要开始比武了 却不曾想 比赛开始前十分钟 该MMA格斗家 就被警方以巨重打架带走问话 直到晚上的八点钟 才得以离开 这场比赛的网络直播画面 也在事发之后完全消失了 事后 该MMA格斗家 根据自己赛前得到的消息 表示马宝国到了比赛现场之后 没有立即进入武馆 而是让他的侄子马兵 连续多次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阻挡比赛的进行 但是马宝国回复称 他没有一个叫马兵的侄子 是该MMA格斗家和记者联合起来 制造的假新闻 且赛前不签比武协议 也没有在公安局报备 自导自演 想要夺比赛 这次约战之后 马宝国的魂元国术馆被爆关门停业 关于这场比武的真相 双方是各执一词 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结论 而马宝国真正的实力 也被掩盖在了这场闹剧的一地鸡毛里 无从得知 直到2020年初 马宝国发布了一段自己右眼轻种的视频 显然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 原来 昨天有两个爱健身的青年人前来拜访 想要学太极战装治疗颈椎病 然而在试招期间 马宝国大意被青年击中了右眼 他喊停停停 然后指着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骗 来偷袭 并且奉劝他们 好自为之 好好反思 他突然袭击左四拳来打我脸 我大意了啊 没有闪 他的左拳给我眼 右眼蹭了一下 看来是有备而来 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来骗 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劝这位年轻人耗子为之 好好反思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 小聪明啊 武林要一和为贵 要讲武德 虽然马宝国坚定的认为 这两位年轻人呢 是有备而来 但事后其中的一位当时年轻人出面表示 他确实是为了治疗颈椎病而来找马宝国的 他说自己学习了一些体术 喜欢做大重量的附和运动 而且有的时候呢 姿势不正确 919之颈椎就出了一些问题 通过一位传武圈的朋友了解到了马宝国 和朋友拜访的时候 马宝国要求他试试看主动攻击以便评估 年轻人呢 说自己是来学习战车 不是来切磋的 但是解释没有用 马宝国突然对他进行了袭击 年轻人出于条件反射进行了反击 没有想到一个前手刺拳就将他的眼睛给打肿了 事后马宝国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而他学习战车的事 也因为马宝国一节私教课要1000块钱 十节课起步 谢绝还价 不了了之了 好巧不巧 这事还没有过去多久 就有消息称 马宝国将于5月17号在山东资博的一场名为 阎武堂之江湖十六的比赛当中对阵强敌 由于这是马老师多年来第一次下场真打的擂台秀 媒体和武术迷们奔走相告 都对马宝国的真实实力好奇不已 这场比赛中 原本马宝国的对手是70岁的太极拳师李贤春 但是赛前体检的时候 医生认为李贤春年纪过大 不适合再上擂台 于是山东本地的传统武术爱好者 49岁的王庆明替补登场 王庆明体重与马宝国相仿 也同样修习行义拳 虽然有着年龄差距 但是也勉强算是旗鼓相当 比赛之前 马宝国向裁判要求比赛当中不许踢当 还提醒裁判说 自己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定要小心 别被波及 然而 与赛前反复强调反复铺垫 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 整个比赛过程 几乎可以用电光石火来形容 只用了4秒钟 马宝国就被王庆明连续两记右手重拳 击中了脸部随即倒地 但是此时 马宝国明显还存有余力 马上起身 但是18秒时 马宝国略有大意 头部遭受了重击 然而他很快调整状态 在第二次起身之后主动出击 试图用飞腿攻击对方 但是被对方隔挡 又被连续两记重拳击中 而第二次重拳的力量非常大 直接是击中了他的脸部 马宝国当场倒下 获得了婴儿般安详的睡眠 整场比赛不到30秒就结束了战斗 王庆明手足无措地站在了场上 直到裁判宣判王选手获胜 事后 王庆明也显然深谙江湖当中 不只是有打打杀杀 还有人情世故这一道理 他谦虚地表示 自己能够赢多半是因为 马老师年事已高 而且周车劳顿 马宝国接受采访的时候 则向记者暗示 自己当天遭到了暗算 并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功力 不过该说不说 比赛之后老人家恢复神速 身体无恙 17号晚上就在微博报平安了 马老师先生现在一切安好 谢谢大家挂念 20号中午 马宝国发布的长文 称 传统功夫 健身养生是第一位 功夫不分高低 有骂才有反思 然而比赛的落幕 却是真正狂欢的开始 10月底 马宝国右眼轻重时 发布的视频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 结合他的 五连鞭 以迪迦奥特曼 教父 复仇者联盟等为背景 创作了一系列的鬼畜视频 不讲武德 浩子伟之 三位立体魂元镜 闪电五连鞭 松果谈斗闪电鞭 这些不知所云的台词 诙谐的口音 再加上一代宗师 光速落败的反差 营造出来了极强的喜剧效果 马宝国这个梗 一夜之间火爆全网 更多的博主加入了进来 努力创造出一个 万物皆可马宝国的马宝国宇宙 从11月2号开始发酵以来 截止到20号 以马宝国为话题的网民制作 或转发视频1.9万条 订阅量已达3.5万次 播放量达6.6一次 11月15日 马宝国首度回应了相关恶稿视频 希望人们能够清晰明辨 马老已经回归平静生活 远离武林式飞圈 但是他本身呢 却利用这个梗带来的热度 开始了商业炒作 11月17号 公众号演武堂发消息称 马宝国确认将参与 郑阳导演的电影 《少年功夫王》的拍摄 马宝国在微博账号 还开通了珍爱粉付费功能 他说不到两个小时就有200多个人加入了 还有网友发现 马宝国视频当中曾经提到的 浩子伟之一词 也已经被申请注册为了企业商标 不过 马大师澄清说 这些商标并非自己注册 可以看到 马大师的流量是巨增 当大家都以为他要转移阵地 用这颇天的流量富贵 好好大干一场的时候 很突然 28号 人民日报下场发文 让这场闹剧收了场 相关平台也对有关马宝国的话题进行了处理 自此 马宝国这个人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 就在网友们就要和马宝国相望于江湖之际 2013年的4月1号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马宝国又回来了 但这并不是一个于人节的笑话 他是真的回来了 还再一次的验证了 宇宙的镜头就是直播带货这一整理 他这次的带货直播开了很多场 总市场大致是在四个多小时 72岁的他在直播当中仍然是显得精神绝朔 口齿伶俐 他说着独特的诙谐口音的普通话 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 讲解着商品的优点和卖点 一边还回应着观众的问题 时不时的还会打上两套拳 来夯实一下自己武学大师的人设 像我们极为熟悉的闪电五连编 就在这场直播当中又一次的出现了 据统计 马宝国的这一次带货直播 观看人数在高峰期突破了10万人 在当时的某带货直播榜单上 屡次挤进了前十 人际榜单上的成绩也极为的出色 而马宝国也深知自己身上所具备的争议性 在带货直播结束后的第二天 他便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下 发布了一则视频 不仅将带货直播获得的所有成交额 与收益都公开 还直接把这次带货直播所获得的一半收益 都捐赠给了公益产业 但与此同时 随着马宝国一同回归的 还有他逐渐向好的风评 一个销声匿迹了近两年半 被人们称为江湖骗子的马宝国 还能够一定程度的扭转风评 这一点是不得不服的 两年前 我们把马宝国当成误打误撞走红的网络小丑 但是结合他过往的经历 他或许是一个装糊涂的天才 更是包装自己的成功商人 鼓吹的点也从一代武学宗师 变成了69岁高龄硬癌挤权 依旧生龙活虎 主打一个亲民 他的短视频账号的内容 也变成了传授养生之道 甚至和网友一起玩梗 折烂活 走网友之路 让网友无路可走 这让人很难再去苛责他了 除此之外 他也没有放弃之前的人设 这也是他洗白的另外一个关键词 他即使走亲民路线 但是从来不愿意放下传武大师的身段 这样的人在现实里可能会有一点讨厌 但是结合他过去的经历 就会形成一种大忽悠被拆穿之后 仍旧很努力的反插萌 甚至死去的样子 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可爱 就比如 有人把他的闪电五连编 发在了40美元就能够上的时代广场大屏幕上 他居然声称 这种松果弹斗魂元净 是中国独有的内功 如今泄露出去 要向美国方面索赔 好像真的是在致力于捍卫中国传武的尊严 这很难评啊 但是马宝国也确实是因此收获了很多人的好感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2023年7月31号 马宝国与郑州火车站徒手制服了一名闹市的罪汉 72岁高龄还如此中气十足 说明他的身体确实还算硬朗 过去的马宝国是个传武骗子 嘴硬小丑 惨遭官媒点名 如今的他竟然变身为了一个 见义勇为爱拍抖音的大爷 渐渐的洗白 那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